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现在人呢已经在国内了 然后这一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内的一些独立设计 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品牌都是我之前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跟大家征集的 我就挑选了一下我个人认为在网页上 它的图片和设计还是比较好的一些牌子 具体它们是不是独立设计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有的店还是做的挺商业化的 我购买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它们的行路的拍摄 还有一些衣服的样式 是不是就是符合我的审美 以及这一期是有一个新年活动的抽奖 至于抽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就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 这个衬衫我觉得上身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我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 就觉得它这个件层从鸵色到棕色这个件层特别好看 然后我现在说到这个衣服 我是觉得它的版型稍微有一点奇怪 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窄 就是肩膀和袖子这个地方是比较窄的 但是它到下头是有一点做的比较宽松 它特别的长 因为模特穿的时候也是扎在裤子里头的 我以为它就是一般衬衫的长度 结果没有想到它长到已经到我大腿一半了 就这一点我觉得挺值得吐槽的 它可能不能直接放在外面穿 就不去扎进去 因为它的长度特别特别的奇怪 这一件说完了 我要说同一家店的另外一件毛衣 这件毛衣我还没有上身穿过 我现在直接套到身上看是什么样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奇怪的就是我买的这些国内大部分的设计师的品牌 他们的洗水标上都不会标注成分 以我一般购物的经验来说 我买衣服很习惯是要看洗水标里面衣服的成分的 这件毛衣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是挺学院风的 然后也不是很条皮肤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摸起来也不是很扎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想了解成分的话 最好还是去问一下客服 它具体的成分和含量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这件衣服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个衬衫 它是oversize的那种设计 就确实是比较大 然后刮纹是有一些 软看是一条一条的纹路 然后近看就是小姑娘在这里一条一条这样排列的 这件的扣子也很特别 它是这样的一个小豆子的一个扣子 以及它还有一个同款蓝色的 我也觉得特别好看 这件质量 上一件衬衫比的话 其实它们两个都差不多 都是棉质的 棉质的衬衫 如果你们拿到新的话都一定要运 我这两件都是运了之后再穿的 不然就非常的重 这件的标牌上是有标成分的 是百分之百棉的 以我的购买经验来说 最好大家还都去选择那些有标成分的衣服 接下来这件是一件羊毛的打底衫 这个打底衫上面也有写是百分之百的羊毛 我单穿就里面什么都不穿 直接亲肤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渣 它版型特别像我去年10月份分享的 那个优衣裤的U系列的3D的羊毛的毛衣 也是比较贴身的 领子不算是特别高的高领 所以说我说跟那个优衣裤的3D的羊毛衫 特别像是它的领子都是这种中领的 特别适合穿在其他毛衣和衬衫里面打底这样 以及这件毛衣是同品牌的一件 成分写的是百分百狐狸绒 我也不知道狐狸绒是一个什么绒 然后颜色是有分层的 上面是这种灰蓝色 然后下面是灰色的 我今年买冷色的衣服买的蛮少的 所以我这次回来其实买了挺多冷色的衣服 这件我觉得就不适合这样扎进去穿 它拿出来穿比较好看 特别的温柔的一个设计 虽然我自己还是挺少穿这么温柔的衣服 但是它这个材质和颜色我还都挺喜欢 因为我自己的毛衣一般都是下面收口的比较多嘛 如果有一点变化就找了一件这种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下板和袖口这里都是敞开的设计 接下来就是我身上这件皮 这件皮我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好看 特别的上镜 它不是真的皮的材质 其实就是一般的仿皮的材质比较适合底下穿 因为像我现在这样衬衫里面穿毛衣 然后外面穿一件这样的皮 它的长度是刚到我的膝盖 而且它的皮质是浅蓝色的部分是亚光的 背面是全部亮面的 无边设计师这个牌子我还挺喜欢的 之前我在双十一的时候有买一件他们的西装 我觉得穿上就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修身 这件西装也是无边的 之前我在秋冬最爱的单品的时候也有分享这一件 真的质量特别好 从我说到包裹 包装什么的 它的质量算是这几家 我买下来觉得是最好的一家 它们的行路拍的也特别的好看 虽然说它们的衣服不是所有的都特别的实穿 但是从整体风格和样式搭配来说 我都是非常中意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对于质量和设计都有要求的话 无边这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我还买了一条这种西装裤 是我这一次买的唯一条裤子 它也是没有标成分的 我一会对着镜子穿给大家看什么样子 特别的显得腿直 侧面免起来是有一条白边的装饰 就是还有一点跟运动风结合的感觉 如果放下来穿的话 长度也是刚好 以我穿平底鞋的长度来说 它没有到很长 但是它在官网上的模特图 看起来是超级长的 而且客服跟我说模特有1米8 所以如果你们买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身高 然后参考一下这个裤子的裤长来买 以我的身高是1米68的话 穿这条裤子是完全不会脱低 而且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灰色西裤裤超级合身 然后我一般在国外买裤子 XS我穿上也是可能腰会有一点大 但是国内的号确实会小一点 这个XS我穿上以后 这个腰就是刚刚合适 如果你们是习惯买欧美品牌的号的话 可能考虑到买国内的号 就需要再买偏大一码这样 接下来就是身上这一件西装 这个西装确实上身特别好看 而且它的裤子长度也特别合适 我穿是刚好在脚踝的地方 如果说个子再稍微矮一点的话 可能到1米6也是可以穿的 它的裤长大概是在我脚踝的这个位置 就是能刚好露出来脚踝 不会拖低 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它的裤型也是这样的 有一点喇叭的这种阔腿裤 刷纹和上衣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有一条一条的橙色和蓝色的拼色设计 这件西装其实是应该春夏穿 然后这个牌子的整体风格 都是一个海边度假的那种风格 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所以我对它的预期没有很高 但是我收到了之后 我觉得它的衣服质量是高于我对它的预期的 就我本来想说这个衣服它是一个套装 我觉得怎么样 这种套装也要四五百左右吧 结果它套装只卖两百多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白色 而且上身特别好看 我这套买的是最小号 以我的腰围来说穿的是很合适的 我觉得国内的衣服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对于我这种比较瘦的身材来说 最小号它的腰都是合适的 接下来这件也是我为了春天春装买的 它特别特别的薄 它的材质是Bolistair 夏天穿比较好 就是现在我穿可能穿不出它这个效果来 我还是套一下 它是半透明的 这件衣服上身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透 然后以后还是对着镜子给大家看一下 全身照的样子 这件裙子我觉得比我想象中上身要好看很多 透的也很好看 特别是像我一样里面都是穿深色的话 也完全可以秋冬的时候穿 外面再穿一个外套这样 然后进了室内可以脱掉 特别是在有暖气的地方 我觉得非常好看 只不过它的材质可能夏天穿的话要穿一个打底的那种 黑色的背心和打底的黑色短裤 它的袖子上是有这样系带收口的 然后腰上也有 就可以自己调整 一般我系的时候 我会系好了之后 把里面的衣服往外这样拉一拉 这样会显得比较自然 以及最后除了衣服类的 我还有拍一些视频 有就是这个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头发颜色比较深 所以其实在耳朵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你们是浅色发色的话 我觉得戴这个绿的就特别好看 而且跟红色的口红非常的配 就是以我现在这个饱和度比较高的纯色的口红来说的话 跟这个绿色相当的配 最爱的耳饰就是这个耳饰 这个耳饰我觉得就是写了我的名字的耳饰 可能看我视频比较多也知道 我大概都是喜欢这一类稍微有一点设计感 然后比较大比较夸张 但是不是非常华丽的那种类型的耳饰 但是这个耳饰跟一般我买到的这种材质和这种造型的耳饰来说 它特别特别的轻 戴上以后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折起来的一片这样的设计 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颜色那一期 就是黄颜色的皮肤是比较适合金色的耳饰 冷皮的话银色比较好看 如果是中性色的话 其实金色或者银色或者玫瑰金这种颜色都是无所谓的 其实都合适 就相较于那一个绿色的耳饰来说 我更喜欢这一颗金色的 因为这个金色的我觉得更有设计感 那一款绿色的呢就是材质特别一些 好了这就是这一次我买的一些国内独立设计的品牌 可能有些也不是独立设计 我纯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喜好在买 以及现在如果新年 我想送大家一些新年礼物 所以我会发一条微博 是专门用来给大家抽奖的 然后奖品的内容就是 我这次买的所有的东西里面 任选一件你最喜欢的 所以说是一个自由度比较大的一个抽奖 具体的参与方式 我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或者置顶留言 那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春节愉快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